善待所有的生命 赵翔小时候家住农村 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养猫 赵翔家里也养了一只大母猫 阿翔,你把这些饭端去给猫吃 啊,妈妈,你怎么给大猫吃这么多好吃的 它就要生小猫了 当然,要帮它补充一下营养 好了,快拿去吧 吃饭了,吃饭了 来,这是你的饭 几天后,母猫生产了 一次生下了五只小猫咪 但是当时农村的小猫太多了,没人要 赵翔母亲不忍心抛弃它们 就全都养在家里 烦死了,烦死了 父猫怎么生下了这么多讨厌鬼 阿翔,你怎么了 妈妈,这些小猫很烦人 赶快把它们送人了 村子里每户人家都养猫 谁还会要啊 那就把它们丢掉好了 它们都还太小了 这时候将它们丢掉 它们是会饿死的 这样跟杀了它们又有什么分别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 小猫里有只眼睛外围 有一圈白毛的眼镜猫 这只小猫非常调皮 还经常偷吃赵翔的食物 让赵翔对它非常厌恶 总是想办法要狠狠教训它 哎呀,我的作业不 你这只臭小猫 看我怎么打你 阿翔,你最近考试很辛苦吧 这是爸爸特地买回来 奖励你的 哇,是肉饼耶 太好了 你吃了肉饼 可要考出好成绩啊 要是考不及格 我就再也不会买给你了 爸爸,我这次数学考了一百分呢 是吗 真的啊 我去把考试卷拿给你看 我的肉饼 你这只可恶的猫 还我肉饼 好了,别追了 我下一次再买给你吃 可恶的猫 我一定会报仇的 这一天 赵翔趁眼镜猫 专心吃饭 毫无戒备的时候 一把将它抓住 哈哈 我看你这次 还往哪里跑 哼,你这一次跑不掉的 哈哈哈哈 既然你这么调皮 我就给你吃点安眠药 让你安静下来 眼镜猫吃下了安眠药 显得烦躁不安 身子摇摇晃晃 像个醉汉 可是没走多久 鲜血如泉水般 从它的鼻孔里流了出来 接着它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啊,这是怎么回事 惨了,它这是死了吗 要是让爸爸妈妈知道 一定会骂我打我的 不行,我得赶快把它丢掉 很快的 赵翔因为残害猫 而得到了报应 它读中学时 突然严重失眠 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睡不着 非常痛苦 只能靠安眠药帮助入睡 为什么 为什么又睡不着了 怎么了 你又失眠了吗 是啊,妈妈 我很困 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 我好难过啊 唉,阿翔 我看你还是吃点药吧 再这样下去 要怎么办才好啊 安眠药 当年我就是用安眠药杀害那只眼睛猫的 没想到 今天我自己也要吃安眠药了 难道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吗 你们听说没有 邻村那个杀猪的王屠夫出意外了 他竟然被自己的屠刀刺中了脑袋 我也听说了 他那是杀身太多 遭到果报啊 是啊 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所以千万不能任意伤害他们 怎么突然这么困啊 夏天原本就容易想睡 你要是困了就在这里想睡一下好了 这里有树荫也不热 不行了 我要先睡一下 就在赵祥熟睡时 一只大猫缓缓地朝他走了过来 这只猫的眼睛周围是一圈白 它正是长大了的眼镜猫 你们快看 那只猫好奇怪啊 它的眼睛周围长了一圈白毛 简直就像是戴着眼镜 是啊 它的样子真奇怪 长大的眼镜猫 突然像发疯般似的 往赵祥扑了过去 并用它尖锐的牙齿和爪子 撕咬着赵祥的衣服皮绕 救命啊 救命啊 快 快去帮忙 哦 对 我们快去帮忙 痛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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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你只猫怎么会这么厉害 竟然将你伤得这么重 要赶快把它送到医院去才行啊 对 快送它去医院 赵祥 赵祥被送到医院后 住了一个月才痊愈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敢虐待猫 也不敢再虐待其他动物了 阿翔 感觉怎么样 伤都好了吧 嗯 已经好了 没想到 那只猫竟然可以把我伤得这么重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月带猫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阿翔啊 你可要记取这次的教训 残害动物等同在犯罪 众生皆平等 你伤害了其他生命 最终这种痛苦 还是会返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嗯 我不会再伤害他们了 我 dynasty 我 是 offs 八 � d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